什么是拍面关闭?总是会有球友在评论区里留言问什么是拍面关闭。什么是拍面关闭呢?让我们来看一下纳达尔的正手上炫击球动作。注意看,在击球前,影拍到最后阶段,它的拍面是朝向地面的,拍线是冲下的。这个拍面朝向地面的阶段,就是我们常说的拍面关闭。 拍面关闭保证了它击球瞬间的拍面向前,当它从下向上挥拍时,拍面在击球点几乎是垂直地面或者说与球网是平行的。再看一遍,拍线朝下,你的拍面朝向地面,这样你从下网上挥拍击球时,才会保证拍面朝前,而不是拍面朝上,把球打飞。 很多初学网球的业余球友,经常会把球打飞的原因,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拍面没有关闭。注意看拍面,关闭的,朝前击球。 请确保你的球拍从高处引下来,再准备向前击球瞬间的拍面朝向地面关闭,这会大大提高你正手上炫击球的稳定性。这是西郊费得乐,欢迎收藏观众。